疫情的冲击下息中一样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家庭债务 根据国家银行的最新数据指出 我国的家庭债务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 从去年年中的87.5%增高到了下半年的93.3% 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那其实大马的家庭债务对比GDP的比率 长期在亚洲国家里头是名列前茅 甚至超越了日本中国等高收入国家 这项数据反映出我国家庭债务的压力非常的沉重 一旦发生任何无法预料的事故 那国人面临贷款违约或者破产的风险将会提高 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理财教育课程导师庄国辉 在接受八点自热报访问时也指出 寻求AKPK协助重组债务的30多万人当中 已婚的男士占了超过70% 而他们的年龄介于30到45岁的民众 也是寻求协助的主要群体 占了整体人数的三分之二 那这当中主要是因为不少的民众 他们都是在这个年龄层成家 之后就必须要背负高额的房贷 车贷还有卡债导致债台高筑 那如今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之下 民众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么他们的债务状况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财务规划师们怎么说 疫情重创国家经济打击民众收入 居高不下的家庭债务问题有没有更加严峻呢 信贷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的 理财课程教育导师庄国辉表示 由于政府推出了各种政策 加上延缓贷款措施 暂时应付了民众的燃眉之急 因此前来寻求财务规划咨询服务的民众 并没有预期的多 可能是短时期里面我暂时缓不起 因为可能我没有了工作 受疫情的影响等等之类的 你需要给我一个缓冲期 可能AKPK就在这个时候呢 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2021年呢就打算会可能会很多人 会涌进来AKPK 但是毕竟我们的政府 也付出了很多的不同的配套 暂时也协助了蛮多的人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了 所以再来找我们的人 没有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的那么多 不过财务规划师黄凯生认为 政府所推出的经济配套 虽然协助民众暂时度过难关 却也同时增强了民众消费的欲望 为了刺激经济 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 也鼓励更多民众贷款 因此他预测 疫情期间的家庭债务问题 会比之前更加严重 政府虽然他知道 假如你继续地让这些人民消费的话 他们会面对一些债务的问题 但是这个也是刺激GDP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银行也知道 最容易来达到这个成长 就是增加贷款 那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多 所以Credit Card越来越普遍 贷款越来越多 你要得到贷款的那个门盘 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容易获得贷款 财务规划师黄凯顺指出 一般上我国家庭的偿还债务比率 应该维持在35%以下 超过了就是代表说 家庭收入与偿还贷款的比例 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而45%以上就会达到危险水平 我国家庭的偿还债务比率 长期以来都是介于40%到50%的水平 换句话说 每个家庭赚来的钱 有将近一半都是要用来还债的 AKPK理财教育课程导师 庄国辉也促请民众 如果负债累累 请不要羞于其耻 而不敢寻找协助 他比喻 如果一个人病倒了 却一直拖延不去看医生的话 那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 就来不及医治了 庄国辉指出 债务重组计划 可能会花上长达10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不提早进行 恐怕债务还清的时候 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到时就会面对退休金不足的问题了 因此庄国辉促行面对庞大债务的民众 应该第一时间寻求他们所提供的财务规划咨询服务 现代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最近发文告透露 该机构成立的这15年以来 已经有超过33万人参与了他们所提供的债务重组计划 并且协助了超过34,000人还清了债务 涉及金额可说是天文数字高达15亿令吉 那如果以这个数据算一算的话 这34,000人当中啊 平均每个人都欠下了44,000令吉的债务 我们下属了 我们下属体 comun卡 我们下属为人效若 说终对ão 帮助